今年是台湾作曲家肖泰然逝世三周年 也是她80岁名诞 肖老师的作品充满对台湾浓浓的情感 一直广受大家喜爱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受美国肖泰然基金会及北加州台湾会馆邀请 赴美演出2018年肖泰然纪念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以肖老师的音乐为主题 让全世界听见属于台湾的声音 音乐会于8月4日在圣河西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2600个座位早已抢够一空 除了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一行70余人演出之外 并邀请了台湾旅美指挥家陈美安担任指挥 旅美钢琴家陈玉香 声乐家何嘉玲 以及本地合唱团上百人合作演出 阵容相当的庞大 当日出席贵宾有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湾区文教中心主任严树荣 北加州台湾会馆理事长陈德辉 台湾会馆总干事黄美新 美国肖泰然基金会代表何文盈 美国加州费利盟城市市长高旭佳等各界人士出席 肖泰然大师是台湾最具代表的作曲家之一 曾经获得国家文艺奖 行政院文化奖金曲奖传统技艺术音乐类特别贡献奖等无数殊荣 被誉为台湾拉赫玛尼诺夫 最后的浪漫主义钢琴诗人 由于他的作曲风格多以台湾音乐元素背景为主题 深得台湾爱乐者的喜爱 同时也呈现了肖泰然老师对这片土地浓郁挚爱的感情 他毕生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功不可没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创立已有七十余年 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坐落于台中雾峰 是软硬体接达国际水准的全方位音乐团体 担任指挥的陈美安 他曾经获得多个国际指挥大赛首奖 2011年起 他担任芝加哥小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女高音何嘉玲居纽约多年 他曾经获得2008年加州歌剧协会声乐比赛第一名 和戏剧女高音组第一名 担任钢琴独奏的陈玉香 十岁就赴美声噪 十一岁即公开演奏 是首届波格雷里奇钢琴大赛首奖得主 他并荣获采可夫斯基钢琴大赛最佳女士奖 在历时三小时的音乐会中 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地聆听各项演出节目 湾区爱乐者张志斌表示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九九山观区看到国台交的演出 那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呢 他的前身是省交 那我之前在来美国之前就很熟悉 那他们不但肩负着这个推广音乐教育的重任 把美好的古典音乐带到台湾的城乡每个角落 同时他们这一次难得的出国巡演到美国来演奏 萧泰然老师的作品 萧泰然老师也是在国际间享有盛名代表台湾的一个作曲家 他的不管是管权乐或者说是合唱等等的作品 都非常有台湾特色 而且也非常的能够代表我们台湾的精神 这次有机会能够在湾区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萧老师的作品 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国台交乃至于其他我们来自台湾的音乐界的朋友 能够有机会更在全世界更多的地方演出萧老师 以及其他台湾优秀作曲家的作品 把我们台湾的精神台湾的艺文的内涵 能够带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音乐会筹划召集人黄美鑫毕业于师大音乐系 其后也考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因此对乐团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与怀念 黄美鑫说音乐会筹办时间超过半年 过程相当辛苦 但是看到今天成功的演出 他激动的在台上表示 Let's give our amazing musician have a big applause again 请我们的团长 台湾会馆的理事场 两位上台 这是湾区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场音乐会有三个国际的巨星 是我们台湾之光 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是让我们台湾走向国际的最有力的力量 对不对 此外由湾区知名合唱指挥 王于连老师指导的百人大合唱 演出不凡 按口声不断 因此又加唱了一首 肖泰然思念故乡的歌曲 点心摊 这首歌曲唱出了故乡的滋味 心底深处的乡土记忆 台上台下沉浸在歌声之中 仿佛回到那片美丽的故土 耶稿 一对 北不能 一对 优优优独播剧场——《押 fails》 中文字幕及布 Culture 六集中 都能反映 敬意 前台下沉浸在歌手 在热情观众献花及掌声中 音乐会圆满落幕 乡亲们的心也借着音符紧紧的凝聚在一起